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他 爱呆就呆 反正他留下也只有被人奚落的法 至于沈家的势力嘛 他倒不太顾忌 先前听绿尔说过 沈梦安除了风流好色点之外 心眼倒不坏 不是那种恶事做绝的人渣 而且沈丞相最恨儿子 在外头沾花惹草 还特别嘱咐过他不许动良家女子 因此他确信沈梦安 不会把这么丢脸的事告诉他老子 或是借了沈家的势力找些人来闹破温家 沈梦安眼见着世末跑出去 这才走回椅旁坐下 心里暗暗得意的想 老子有钱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一会儿那席上好的韭菜 他要吃一半 扔一半 那食坛特酿的花蜜酒 也要喝一坛 砸酒坛 气死温家这些可恶的人物 哼 想叫他饿肚子 没门 温家大小 只看见沈梦安脸色转好 坐在那里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甚至还架起二郎腿 开始哼曲子 却压根不晓得 他心里转的 是如此幼稚可笑的念头 不觉有些面面相去 要说最香楼啊 不愧是整个太和城内 最有名的酒楼之一 室墨出去不到半个时辰 就领着最香楼的伙计 扛桌带菜的回来了 温柔原本想出去拦 但又想起强硬的态度 对沈梦安这厚脸皮的家伙来说无用 目前尝试下来 似乎只有客气而淡漠地对待他 不将他当回事 这一招才最令他难以忍受 因此忍住了没有起身 只冷眼看着自家小院里 支起了一张八仙桌 上面摆满了一桌的韭菜 嗯 不错 沈梦安趾高气扬地 慢慢躲着步走到小院内 绕着八仙桌转了一圈 满意地点了点头后 从怀里摸出两千碎银 丢给脆香楼的伙计们道 赏你们的 回头将这些韭菜 记在我帐上 几名伙计大喜说了一堆的奉承话 才卸上离去 沈梦安则一先跑脚 悠悠然在八仙桌前坐下 极力按耐住自己心里那迫切的近视欲望 等着世末拍开酒坛泥风 恭恭敬敬地替他争了一杯酒后 才端起酒杯 深深吸了口气 夸张道 香啊 醉香楼着驰名天下的特酿花蜜酒 真是名不虚传 说着清明了一口 陶醉地眯起了眼睛 除了温妈妈之外 其他人可没心思去看沈梦安表演 再说他们早就吃饱喝足了 醉香楼的菜再好 酒再香 在他们心里也挤不上温柔做的饭菜来得可口 因此啊 无人理会他 都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去了 温刚挑灯野毒 小桓炼字 梅香则帮着温妈妈收拾桌上碗筷 至于温柔 她的事情也不少 偷懒了书店后 再次核算寄了账目 只丢下沈梦安一人在院子里卖力演出 可惜旁观的人只有世墨和天上的夜月 令他颇有俏颜做给瞎子看着失落 最后啊 实在觉得无趣 便让世墨立在他一旁 与他一起进食 至于酒坛 他都失去了杂的兴致 古人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温家已经算睡得有些晚了 待到害时 倦一袭来便一个个相继入房睡觉去了 小桓坐在那里困得不行 头一个劲儿都往下点 连笔尖上的墨低下来 污染了纸张都不自知 温柔健壮忙推他道 快去睡吧 别在这撑着 小桓被推行 轻松着眼儿朝外头院子里抬了抬下巴 他怎么还不走啊 难不成打算在咱家里边喝上一夜的酒 理他呢 温柔冷笑着瞥了沈孟安一眼道 有本事啊 他再让人回去 抬他的床来 那他不走我也不去睡 小桓咕弄道 谁晓得咱们睡着了 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还是防着点好 温柔不去睡 原来也是想防着点沈孟安 可是转念一想 总不能陪他耗上一夜吧 这人是个米虫 大概过惯了夜生活 等天亮了 拍拍屁股回家睡觉去 也不用愁吃愁喝 但自己一家人 却是要日夜辛苦劳作的 不然家里的吃食从何而来 因此便也坐不住了 将仗策一合 站起身挡 我去打发他 说着他大步走到院内 笑盈盈向沈孟安道 沈少爷 时辰不早了 你看 你是不是该打到回府歇着去了 歇 沈孟安其实屁股都坐麻了 死撑着 就是等温柔过来搭话 这会儿见他果真来了 立刻精神一震 装出一副闲适的模样道 时辰还早得很呢 也可是不到天亮不上床的 这会儿还不困 怎么 你打算陪爷 喝一杯 喝 喝死你 最好喝到胃出血 酒精肝 高血压 生育能力低下 最后走在路上 闹中风倒地而死 温柔十分恶毒地在心里诅咒他 可是表面上也只能若无其事地笑道 那就委屈沈少爷 今儿夜里替咱们守门了 这院子里呢 风凉路重 你多保重 可千万别伤风啊 说着 他哈哈哈哈地干笑了几声 就转身回了屋 哐的一声 将听门 喝死拴上 然后打了个喝歉 对小桓说道 走吧 睡觉去 就这样睡去 小桓 迟疑了一下 嗯 反正 他还没掉下到 要偷咱们家厨房 那些家伙事的地步 温柔又打了个喝歉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没准 咱们都睡了 他自个儿觉得无聊 也就回去了 不过今儿晚上 咱们可得睡得灵醒些 别让他偷进来屋都不知道 嗯 好 小桓点了点头 寻了把茧子 出来贴身藏着 笑道 他要是敢进来 我就拿茧子 戳死他 温柔被他说了一阵好笑 两人吹了灯 就入房睡了 当然睡前将门窗都关得死死的 还在地上和窗边的桌挤上都摆了几只茶杯 这样万一有人偷爬进来施脚踢到 他们也能听见动静行转过来 躺上床后 虽然心里一直在宽解着自己 竭力不去想 那坐在院子里又哼泉又淫湿的讨厌家伙 可是这一夜温柔还是没有睡稳 做梦时都有些提心吊胆 到了天蒙蒙亮时就已经行转了过来 再睡不着 又听着外面似乎没有了动静 安娜不住好奇便爬起身来 准备去看看 那沈梦安是不是已经走了 谁知刚一打开厅门 就彻底黑线了 穿越言情小说 红杏谢春光 沈梦安这个王八蛋 他还当真把床给搬来了 不过确切点说起来 那只是一张窄窄的软榻 不是富贵人家常用的那种拔布床 要不温家这么窄的大门 不弄出点动静 还真搬不进来 只是这软榻摆放的位置太阴毒 恰恰横堵着厅门 中间连条缝隙都没留 让人想出去都不行 而沈梦安正四扬八叉地 躺在这软榻上 身上胡乱搭着一条薄薄的棉被 露出外面身子 有条腿还架上了 手坐在榻边地上打盹的 室墨尖头 好梦正安 这家伙简直欺人太甚嘛 温柔有一种将他从床上揪起来暴打的冲动 好在他还有自知之明 知道动手的话 他是无论如何都打不过这个男人的 于是恨恨地转身进房 却见小桓已然起身 揉着眼睛问他道 那讨人厌的家伙走了吗 堵在门口睡觉呢 温柔郁闷至极 转着眼珠满房里找可以利用的武器 不是吧 小桓惨呼一声 由不敢信地跑出去看 他真的没法想象 一位锦衣玉食的官家少爷会做出如此有损体面的事情 没事赖在人家家里挨饿也就罢了 可是睡觉的话 哪怕此刻是言下 露天睡觉也不见得舒服吧 只是事实胜于想象 小桓还是看到了那位沈家少爷夸张的睡相 正站在那里发症呢 随后就见温柔断着一盆水从房里出来了 姐 你要做什么 小桓有点惊恐地指着那盆水道 那 那是我昨晚上洗脚的 预备早起到 他话还没说完 温柔已经干脆利索地 将那盆洗脚水 兜头地泼到了沈梦安的身上 将他彻底泼了个湿头 当然贴近沈梦安的小丝 湿墨也没躲过这场水灾 被接连着湿了半边的身子 啊 沈梦安正梦见温柔被自己整得跪地求饶 他则单手插着腰 一只脚踩在他背上张黄的仰头大笑 结果笑着笑着就乐极生悲了 天上忽然下起暴雨 将他淋了个湿头 他惊叫一声从床上跳了起来 这才发现原来不是做梦 自己身上真的是从头湿到了脚 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呢 二爷 小丝视墨也被水泼得行转了过来 一眼看见沈梦安 那简直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般的湿头模样 顿时吓得结巴了 惨不忍睹 小环眼见这一幕立刻飞快地捂住了脸 想要努力忘记那瓶水的来历 你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居然敢用凉水泼我 沈梦安待了一会儿 就发现仍端着木盆站在那里冷冷望着她的罪魁祸首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温妈妈也一夜没有睡好 当天方亮时才迷迷糊糊打了个盹 此刻听见外面吵闹的动静 立刻从房里飞奔了出来 看见眼前的场面时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拿手捂住了嘴才没有惊呼出声 随后温刚和梅香也赶了出来 看见温柔正指着沈梦安的鼻子让她滚 看来啊 昨日一整天的遭遇已经到了她承受的底线 今儿一大早又受了一场刺激 就忍不住完全爆发了 即便是夏天 一大清早还是有些凉的 沈梦安原本想同温柔大吵一场 可是身边的贴身小丝却怕她着了凉 回头府里夫人责罚自己服事不周 因此死拖活拽 硬是要将她拖回府去 还不住的劝导 爷 二爷 听我一句劝 您要打要骂 也等回去换身衣裳再来 这一宿都没睡 到了天亮才合眼 又沾了这一身凉水 要受寒的 放手 你给我滚一边去 我今儿非要先找这个女人算账不可 沈梦安使劲甩开她的手 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却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找温柔算账 也只是捏紧了拳头 摆个样子罢了 怒气能壮胆 温柔 此刻丝毫不惧怕 站在那里冷眼与她对峙 只是手里紧捧着那个木盆 以防万一 沈梦安真的一拳打过来 她也好有个抵挡的盾牌 二爷 您要再不回去 小的可要回去禀扛老爷了 世墨间劝不动她 不得不大着胆子威胁她 好在这位小爷乏人一向不太重 最多事后让她自掌十几个嘴巴 再被踹上两脚 总比被夫人打板子要强 沈梦安回头冲着就是一瞪眼 世墨吓得一哆嗦 却还壮着胆结结巴巴道 嘎 嘎的 嘎的真嘎 不 嘎的 嘎的 等着她说完就放脱紧抓着的沈梦安 撒腿就往门外跑去 回来 你给我回来 你这个小欧巴够子 看我逮住你以后看怎么收拾你 沈梦安恶骂着一路追了出去 她最初是真追世墨 追出门后一想 得 别再回去了 就借着这个台阶顺脚溜吧 反正这回她是捉拿自己小厮去的 可不是被那个恶女人给赶跑的 不算太丢人 眼见他们一跑一追的出了门 我妈妈才捂着胸口长出了一口气 抱怨道 这 这叫什么事啊 在低眼一看堵在门口的软榻 更是摇头道 堂堂丞相公子 怎的 这副德行 对 说得实在太对了 温柔觉得自从穿越以来 还是头一会听见 温妈妈说出这么顺耳的话来 差点就忍不住想上去拥抱她一下了 谁知温妈妈抬眼 又打亮了她一阵 话风一转道 你和她究竟怎么回事 她怎么都闹到家里来了 还一副骂不离 打不走的架势 温柔 文言真是无语问苍天 事实上 她也很想知道 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不就是昨儿打了她眼光吗 那也是她过分在先 她只算是正当防卫 她不至于这么记仇 非要向她讨回这笔被打的仗吧 苍天呢 大地呢 她看这家伙 纯粹就是当米虫 当得太咸了 想找个人来整整 顺便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 可是 她真的真的没有兴致奉陪 甚至希望 永远都不要再见到她 不过 鉴于她的愿望 通常十字里 有九字落空 那么这一次 肯定也不会例外 于是 她的心情 加倍地恶劣起来 姐 你说 她会不会再来找茬 温刚皱着眉头 也在担心 小桓站在她身旁 拼命地附和着点头 她确实实在不想再看见那是孟安了 否则 总会想到那盆泼到她身上的洗脚水 唉 我不知道 温柔无奈转身 准备回房梳洗一下 然后去铺子里躲躲 不过 刚走两步 又回过头来嘱咐众人道 下回 她要是再来 谁也不许放她进门 这一点 似乎很难做到吧 众人文言面面相觑 毕竟 他们眼下住的房子 是连带着铺面的 前头总要开张做生意啊 她要是硬闯 那实在是房不胜房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红杏谢春光 不提温家众人被沈梦安 搅得头大如抖 单说沈梦安浑身湿淋淋的 追到门外 却看见小丝视墨 躲在墙角 偷偷摸摸的看她 顿时怒从心情 赫马道 小腹养的贼东西 你胆壮了 连我都敢威胁 二爷 您答应回去了 世墨带着胆子探问 混账东西 沈梦安又骂道 还不快点 给我顾顶轿子去 你难道 想让我这个样子 走回去吗 若真这样走回去 不出三天 全京都就都知道 他沈梦安被人泼了水了 是 是 也等着 我这就顾轿子去 世墨忍住笑 拔腿就跑 沈府是不允许 外头的车轿出入的 沈梦安不得不在侧门下轿 此刻太阳还未升起 他的衣裳 还是半湿的贴在身上 守门的家丁 看见他这副狼狈模样 惊讶至极 不觉瞪大了眼睛 看什么看 没见过人家穿湿衣裳吗 沈梦安一肚子火 无处发泄 得谁骂谁 守门的家丁 看见视墨不住的 向他使眼色 不堪回嘴 连忙低下头 憋住笑 不语 沈梦安一路骂进府 将沿途的花草树木 破坏了无数 世墨跟在后头 心里忐忑 既怕这会儿撞见了人 又担心自己 一会儿要受惩罚 眼见沈梦安居住的天香阁 近在眼前 世墨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是还没心安多久 就听见不远处一声 威严的怒吓传来 站住 完了 世墨腿一软 差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再偷眼瞧沈梦安 见他的腿也颤了两下 最终还是强坐镇定地转过身去 面上带着笑 爹 您这么早就起来了呀 儿子正要给您请安的 请安 左丞相沈元冷笑着 指了指那轮刚月上天空的太阳道 家训里头怎么说的 鸡鸣而起 这会儿都快日上三杆了 你还有脸说出这个枣子 您这两天身子不爽力 连潮都不上了 我 我这不是怕打扰爹爹休息吗 沈梦安低着头答话 眼角瞥见沈元身边 还站着露侧 心里加倍懊恼 真倒霉 偏偏哀讯的时候 让他瞧见 少在我面前花言巧语 沈元将他从头到脚扫了一眼 怒道 你做二个又上哪儿鬼魂去了 弄成这副狼狈模样回来 哪里还有一点大家子弟的样子 我没出去啊 在房里睡觉来着 只是方才 起来去湖边赏景 不小心失了脚 沈梦安低着头 眼珠子咕噜噜的乱转 编造着谎言 最后 自觉没什么说服力 又拉上世墨垫背道 不信 你问世墨 他一晚上都和我在一起 见沈元的目光转来 世墨不由在心里叫苦连天 爷呀 您扯话也扯得有些水平 让我一好回话 线下 明摆着老爷不会信你的话 叫我怎么答 说是 就得罪了老爷 说不是 又得罪了您 他正犯愁愁 却听沈元冷笑道 你的小思 自然是心向着你 我问他也是白问 我只是问你 你什么事成起来的 世墨听见这一句 如欲大赦 暗自尝出了一口气 心想 爷 不是我不帮你 而是实在帮不了 你就自求多福吧 自己一向起得晚 这点跌点是很清楚的 因此 达的时辰早了 反倒无法取信 不如达晚些 最多吃他骂上两句 沈孟安想了想 恭敬答道 诚实一刻 他话刚达完 瞥见路侧眉头 微微一蹴 立刻就知道 事情要糟 果然 沈元脸上 泛出了一抹 高深莫测的笑 这是他即将发怒的征兆 笑得越欢 怒气越大 沈孟安不觉有些胆怯起来 下意识地 退了一小步 你沈时一刻起来的 沈元的笑意见浓 转头向路侧道 路贤指 你说 咱们是几时去的天香阁 路贤无奈地轻叹了一口气 答道 卯时三刻 是啊 咱们卯时三刻进的天香阁 床上连半个人影都没有 我便同路贤指 在那边凉亭上下了一盘棋 回头才瞧见 你匆匆忙忙从府外头进来 沈元笑咪咪地向沈孟安道 儿啊 你说 你睡在哪里了 沈孟安无言以对 知道自己要是再继续扯谎狡辩 到时受的处罚越大 因此 只立在那里 拿湿答答的衣袖 抹了抹 额上躺下的汗 立刻给我滚到祠堂里去跪祖宗牌位 不跪满三天不许起来 另外 这一个月你都给我在府里好生待着念书 若是再敢踏出府门一步 我就打断你的腿 沈元的怒气终于爆发了出来 贺痴的声音震得人耳朵隐隐声疼 他骂完后 见沈孟安还在原地站着 不由抬起脚来踹了他一脚 贺道 孽隐隐 还不快点离了我的眼 沈孟安被骂了一通郁闷至极 跪祠堂也就罢了 最倒霉的是被禁足一个月 这可要闷死他了 不过此刻自个儿老爹正在生气 再求也没用 他只好揉了揉被踢痛的腿肚子 带着湿墨灰溜溜的准备离开 谁知刚跑了两步又听沈元贺道 回来 沈孟安闻言更是忐忑 憋是他爹又想出什么整他的法子了吧 但又不敢围扭 只好停住脚步转过身道 爹 还有什么吩咐 沈元长长的吸了一口气 稍稍平缓了一下自己的怒气 只是望向儿子的目光里 还带着几分厌恶 恶持他道 先去把这身衣裳给换了 将自己收拾干净 我们在那边的梁亭等你 说着他转身就走 似乎连多看沈孟安一眼都不愿意 路侧看看沈孟安那张郁闷又疑惑的脸 摇摇头道 他只是有事要找你商议 说着就随在沈元身后走了 爷 二爷 世莫见沈孟安还站在原地发了 不禁催促他道 还是快去换衣裳吧 沈孟安看看身上那件 已然半干的衣裳 摸了摸头道 你说我爹找我能商议什么事 他就是连让我做一首诗 都能从头到底 一字不漏地劈成狗屎的 竟然还有找我商议试的时候 他找路侧商议不就成了吗 非要拘着我干嘛 说着说着他语气就犯酸了 小的不知道 世莫苦笑道 小的只知道爷再不赶紧着心 让老爷酒后了 一会儿又要挨马 那你怎么不早说 沈孟安斥了他一句 提着袍子拔腿就跑 是他没早说吗 明明是二爷 他听而不闻呢 世莫委屈至极 又不能辩解 只能苦着脸 跟在沈孟安身后 往天香阁跑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言情小说 红杏谢春光 梁亭上 沈元副手而立 眼望远住那一片 郁郁葱葱的滤井 叹息不已 路测知道 他此刻心情不好 也不多话 只坐在石凳上 把玩着手里的 两枚玉石棋子 你说 我沈家世代书香 怎么就养出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来 沈元痛心疾首道 他要是能有半分像你 我也不生气了 可以多活两年 他只是爱玩吧 本性还是好的 路测淡淡说着 自嘲地略弯了弯嘴巧道 再说 像我有什么好 我爹 还不是被我气的 将我赶出家门了 倒累的世博 费心照管了我这许久 不一样 不一样 沈元摇摇头 在石凳上坐下道 不过说起来 你和你爹 也斗了一年多的气 怎么 还不打算回去认个错 和解了事 我没错 还是坚持到 我没错 沈元不认同地摇了摇头 叹道 你爹近来可是拐弯抹角的 问起你好几次了 我看啊 他是想你了 他哪是想我呀 陆测喝了口茶 悠悠然道 他怕是被我爷爷骂惨了 想我回去 安抚他老人家呢 哎呀 你那爷爷 沈元想到陆测的爷爷 陆陈舟 就忍不住要笑 七十多岁的人了 儿子也一把年纪了 可是他一旦生起气了 还是常常握着把剑 追到儿子满府里乱窜 唯有对陆测这个孙儿 真是百依百顺 疼爱到了骨子里 大概是因为陆测 长得像已过世的陆家老夫人吧 据说 当年陆陈舟追他夫人时 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而且钟情一生 连个侍妾也没纳过 陆家老夫人去世时 老爷子在灵前做了三天三夜没吃喝 一心求死 任谁去劝都不理会 最后还是当年才三岁的孙儿陆测 小小的人颤巍巍地碰了一盏茶上去 说了一句 爷爷喝茶 才让老爷子替泪纵横 回了求死的心 这么久了 你就算不像你爹认错 总也要回去看看你爷爷吧 沈元在棋鱼里 摸了一枚棋子 捏在纸尖磨弄 有啊 陆测在棋盘上落了一字 继续方才没下完的棋局 淡淡道 我前几天才在外面的酒楼里 撕毁了我爷爷 老人家精神好得很 骂我爹 骂了半个时辰都不带喘气的 沈元摇着头笑 跟着在棋盘上落了一字 两人对异了一会儿 沈孟安还没来 沈元已然有点焦躁起来 接连吓错了梁子 陆测抬眼看了看他道 不如 这局就算和起 不下了吧 沈元刚要说话 却见通往梁亭的小路上 沈孟仪带着婢女绿鳄 穿花拂柳而来 他们身后还跟着 另一位名幻红蕊的小臂 手里捧着个花鸟纹剃红捧盘 不觉向他笑道 你怎么来了 早起去给娘请安时 就听说爹爹和陆师兄 往天乡阁来了 我做了些点心感觉 谁知二哥大清早 精彩沐浴 找世磨一打听 才晓得你们在这里 沈孟仪说着 将捧盘上的一把紫砂壶 四叠点心取出来 放在石桌上 笑道 就晓得你们喝得茶凉了 也不知道吩咐吓人缺换 我泡的这壶云雾 是在二哥那里添的水 还烫着呢 趁热饮两口 吃些点心 绿鳄听他这么说 机灵地在捧盘上取了两支干净杯子 往里 蒸满了心茶 陆测低头看见 四个碟子里分装的是两样点心 一样是各色水晶洞 另一样是乳酪蛋糕 不禁清明了敏唇 伸手取了一碟乳酪蛋糕 拿碟中搁着的小银勺 咬了一口 面无表情地送入口中 还是你有心啊 沈元掳着咨须点了点头 这点心可是你前些时日 在外头铺子里买的 不是 这可是一二亲手做的 沈梦仪说着 转头向路侧笑道 味道可好 我心学的 做起来不熟练 先前从烤炉里取着蛋糕时 还把手给烫了 路侧只是点了点头 不知可否 沈元正往嘴里送一个荔枝水晶洞 听他这么一说 手里动作一致 紧张道 手没事吧 没事 擦了点血葛油就好了 沈梦仪见路侧没有什么反应 略有些失望 唉 这种事 你今后让下人去做就行了 何必亲自动手 沈元看他手上只是有点红 直到没大碍才放了心 说起来 四个儿女里 他最疼爱的 倒是这个最小的女儿 沈梦仪笑道 那些下人手脚太笨 叫他们做 我还不放心呢 再说自己做的也洁净些 况且我闲着又没什么事 不如尽点孝心 这话该叫你二哥来听听 他要是有你一半的孝心 我也没气声了 沈元又开始习惯性的 拿沈梦安同人比了 越比就越觉得他这个儿子 浑身上下挑不出一点好来 只会叫他生气 这说曹操 曹操还真到了 沈梦安刚走进凉亭 就听见他爹又在编排他 心里郁闷 一张俊脸拉得更长了 既然这么讨厌他 还要他过来商议什么事啊 与其待在这里听讯 还真不如让他直接跪祖宗排位去 尽管沈梦安心里 十分腻味不耐 但表面上却不敢露出来 走到沈元面前低头道 爹 我来了 沈元瞥了他一眼 见他收拾干净后 看着还是挺清雅悦目的 只是空长了一副好皮像 这么大的人了 还成天在外头寻花问柳 不干一点震惊事 想到这里 不觉又冷哼了一声 正想要骂他 却听见陆侧才碰到 世伯 不如我替你将事情 说给孟安听 好 沈元本不想同儿子多说话 怕说着说着就想骂他 便点头应允了 沈梦怡见他们要说正经事 便想告退避开 谁知沈元向他笑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回房去也是闷着 不如在这里听听 替为父也出点主意 嗯 沈梦怡应了一声 姿态优雅地 在空着的一张石凳上坐了下来 听陆侧 道明事情原委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红杏谢春光 原来下月十五 是大昭九皇子谢天号的生辰之日 沈元决定十四那天 先备几桌酒席替他庆生 但这言习要怎么办 他这个一向不喜应酬 又不好声乐之人 实在拿不定主意 因此才想起自己这个风流放荡的二儿子 找他来出些主意 表哥又不是讲究的人 随便办几桌酒 尽到心意不就成了 难道他还会怪咱们备办不周 沈梦安口渴了 看到桌上有茶 顺手就拿了一杯起来 触手一摸 凉的 自动又将陆侧面前 那杯还冒着热气的拿了起来 看了看到 你没喝过吧 陆侧摇了摇头 他就端起杯子 一饮而尽 自个儿拿起紫砂壶 又倒了一杯 听见这话 再看见他那率性的角质 沈元差点 没忍住又要训斥他 但这样骂下去 实在耽搁谈事 只好忍了忍 闷声道 他究竟是个皇子 不能太监 要不叫两般小戏 再请几个唱小曲和说书的来伺候 把他热闹点好了 沈梦安又伸手拿了支水晶洞 塞在嘴里后含糊道 我先认识了一个戏子 那么想没得说 比女人还骄 话说到一半 他自觉失口 不安的抬眼 偷瞟他老子 发现沈元果然黑了一张脸 连忙将水晶洞咽了下去 改口问道 不知爹是预备白日里白酒 还是夜里白酒啊 你说呢 沈元把问题回抛给他 沈梦安想了想道 白日里吃酒实在没有什么兴奋 我看索性就在夜里办 夜里无事 大伙可以进行了 沈元不致可否道 接着说下去 城内有一家灌作烟火的铺子 听说宫里用的烟花爆竹 都是在他家订的 我可以先去预订一些 沈梦安谨慎地看了看他爹 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 才接着说道 还可以找人多做些花灯 挂在府里各处的高格树木上 夜里点起来 如荧花雪浪一般 十分抢眼 酒席呢 就摆在那边胡驰的游房上 开了窗子四面透风 不仅凉爽宽敞还能赏月 再找几个人 在岸上吹笛子唱曲 那月音隔着水 顺着夜风飘到游房上 听起来格外清耳 沈元边听边捋着 咨询默默点头 显然对他这个新奇点子 很感兴趣 待他说完才道 这也罢了 不过他随即又瞪起眼道 你就只能在这些风花雪月上的事情下功夫 要是将这星星都用到念书上 还不轻易就中个状元回来 沈梦安惶恐的低下头 心里想着 明明是你叫我说的 我若说的不好 你指定骂我一肚子烂草 连个好点子都想不出来 说好了 又说我惯会在这些事情上下功夫 简直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故意找叉 陆贤侄 你怎么说 沈元又转头 征询陆册的意见 挺好 陆册知道 沈梦安多少有些瞧他不顺眼 就有主意 也不愿往外说 免得又扫了他的脸面 再说九皇子与沈家有亲 这种事情 由不得他这个外人插口 他也没什么兴趣 要不是沈元拉着他旁听 他早就走了 一二 你说呢 沈元又转问小女儿 沈梦仪沉吟了一会儿道 找几个好厨子吧 我看少年替表哥办的言习 他都很少下筷子 大概是嫌味道不好 他府里的厨子 都是圣上赐的御厨 外头的寻常菜色 哪里能入他的眼 沈梦安不以为然道 沈元看了看他 冷笑道 咱们家如今这个厨子 还是圣上赐的御厨呢 怎没见你天天在家吃饭 没事就跑到外头去喝花酒 这事就交给你去吧 寻到好厨子 我就撤销你这一个月的禁足惩罚 若是寻不到 他说着哼哼了两声 罚你半年不许出府 太狠了 他老子这招也太狠了 让他上哪儿找这样的好厨子 沈梦安原本张口就想抗议 但不知怎的 竟转念想起温柔 于是脸上露出了一抹邪恶的笑容 觉得这是个恶症 他的大好机会 他不是会做菜吗 他不是还故意将菜做得色香味俱全 就是不给他吃 馋他饿他吗 这下机会来了 就举荐他来当主厨 若是菜做得好 是他的功劳 若是做不好 他倒霉 他也别想痛快 他越想越得意 嘴都快裂到耳根去了 结果被沈元贺耻一声道 笑什么笑 快想人选 这京都的酒楼里 哪家菜好 哪家菜不好 你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沈梦安背他一喝 笑容当即降在脸上 信心道 我倒知道有个好厨子 目前开着两家小食铺子 和一家高饼铺子 不过他肯不肯来做菜就不知道了 他那天事后就找人打听清楚温柔的情况了 要不然也不能找到他家去 小食铺 高饼铺 沈元怒道 你开什么玩笑 请来做糕点吗 我见过他做菜 手艺不错啊 只是没尝到 沈梦安不敢夸口说好 直到 不过 他是个女子 陆测 文言瞥了沈梦安一眼 扯了扯嘴角 没有说话 倒是沈梦怡 亚然道 女子 不是刚巧姓温吧 对啊 沈梦安点了点头 在碟里 拿了块乳酪蛋糕 整个塞进嘴里 咀嚼了两口道 味道怪怪的 沈梦怡不知道温柔 昨日撞见沈梦安的事情 正差一二哥 怎会认识温柔 就听沈元问他道 你认识 就是他教我做的糕点 沈梦怡点了点头 那就下个帖子请来 做两个菜试试 沈元尝过温柔做的糕点 味道的确不错 便向沈梦安道 这事就交给你去办 我 沈梦安倒吸一口凉气道 让小妹去办不成吗 她要是去请 指定再被泼一身凉水 那丫头火气正大呢 沈元瞟他一眼 那意思明显是在问他 不去的缘故 沈梦安将蛋糕咽下 找了个借口道 那个男女授手不轻 我去请不太好吧 你线下知道 男女授手不轻了 你若是知道 怎么会认识人家 沈元自己也不知怎的 一听见儿子 说话就想吼他 再说又没让你亲自去 写个帖子让人送去 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吧好吧 我知道了 沈梦安无奈打晕 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谄媚地向他爹笑道 还要我贵祖宗排位吗 沈元未答话 就听得沈梦一再旁惊讶道 二哥 这镯子总会在你那里 听众朋友 您刚刚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红杏谢春光 作者何枣 演播柳沁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